欢迎大家出席我们21-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的第七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禁不合时宜》 由我们的正方崇珍书院对我们的反方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三位评判出席这场网赛担任我们的评分工作 首先是南田圣保禄中学的中文辩论队教练黎雅文小姐 第二位是九龙学校中学部辩论队的负责老师关凯涛老师 以及香港秀会大学中文辩论队的前队员梁崇碧先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辩论员 首先是崇珍书院的主辩萧浩欣同学 第一位是欧念慈同学 第二位是张正义同学 结变李卓言同学 至于反方马利诺修院学校中学部有主辩王晓盈同学 接下来是第一位是郑慧雅同学 接下来是第二位是林巧敏同学 以及结变邝国海同学 有没有读错大家的名字? 希望没有,如果有就随时请跟证我 事不宜迟,比赛就... 是,请讲,请讲 好,不好意思,可以再告诉我 好,现在就有请政方主辩到台前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时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听到一叮就可以开始发言 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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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听 评判主席,大家好 过往中学实施研究规定 但随着市区的必知,不少规定续续被取消 以便是终提罚的法禁 正正就是其中一条他争议性 但就未取消的效规 顾名思议,法禁指学校会限制 学生头发造型,令长度不蓝色 被以惩罚的手段强迫学生进手 今年8月,就当中华三年黄菲南中学的中五学生 准备准备剪短头发酷 限定机会投诉,之而效果禁止男生流畅发 事而违反性别骑视条例,令法禁议 再次出现于大众面前 更令社会反思,法禁,是否已不合时宜 事实是能同学的例子并非少数 普段跨性别,社群之活组织性别空间辞出 过往曾经收到不少未成年的学生就会 学校校服,以及法营、Trading等投资 有无从业手的个案,也有不少无机会发声的 跨性别的学生给人气吞声 可见法禁已经无法回应 现时的学生需要 我方需要强调含量法禁是否合适 而需要看以下两点 一,法禁会否同现今社会价值有冲突 二,法禁会否对现今中学生造成互面影响 以上标准,我方阵压变题原因有二 第一,社会逐渐开放,重视个人权利 相较过往的社会风气 现今社会更注重学生个人权利和自主 就连教育局长蔡若莲都指出 学校行政手策清晰注明 学校需要平衡学校以防学生自主权利 因此若然学生后来没有任务的贤面影响 学校亦不应该禁止 现实上并没有资料证明取先犯禁后 会影响学生的成绩行为 也不会破坏学校秩序 因此学生更加了应获得自己决定发言的权利 可见其实法禁同成绩和粗行并不挂勾 同时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 教师都已连指出 若然取消法座 教师会变得尊重了同学的选择 亦因想他能表达自己 可问有方同学 学生个人权利应不应该被尊重呢? 第二,性别定应过失,阻碍自我探索 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今社会早已放下性别定应 跨性别青年支援组织跨青时刻主席Ling指出 对现今学生言言 性别不再是二元化概念 而是存在光谱 又可以让学生自由探索 自我定位 而发言当案料 正正就是代表学生对自己的性别认知 而向评标会投诉的留同学为例 他表示自己患有严重的性别招累 对于性别仍然属于我所阶段 因此若然学校禁止难生可以留长头发 必须只要等到自己毕业之后才可以探索自己 可见发禁了学生建立自我 令今学生个人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就连性小众团体五夜南 以他科精时刻都拔起联合声明 呼吁全国学校披弃基于性别定型的考规 废除法今 最后想问有关同学 学校如果作为一个社交化场所 校规理应考虑到社会规范与价值观 但社会总体披弃了性别定型 应该重视学生个人的权利 究竟要重视学生个人的权利的时候 究竟发禁这两个手法是否还是学士呢 校规是否要跟社会的价值相违背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的发言时间为3分4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的主辩到台前预备 你同样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但准备我可以先向我示意可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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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最 hope,issime tai siMy sort if I want to, attain 收音清楚的 可以 低音 各位大家好,法禁即是任何法刑限制 因此大部份學校都有限制學生不允許驗法、電法、流海不能過微等等 今天我方只要論證到大眾覺得有不適合學生的法刑 而這些法刑不需要被限制,就可以反對變態 而細節上要限制什麼、怎樣限制、限制程度等等 都可以由每間學校去定制 要衡量一個政策合不合時意 不是說這件事仍然應該做,或者這件事是否正確 而是要看回當時的社會風氣,實施政策符不符合大眾的期望 例如以前社會很富權,男性在外面工作會更獲得認同 而人們就會覺得女性是這麼適合照顧家庭 所以男主愛、女主愛這個分工就合時意 但現在社會追求性別平等,男女都可以高生厚職,都可以臭小的時候 男主愛、女主愛這個觀念就已經不合時意 所以有方同學要論證法今合不合時意 就要說到個學生披頭散髮,驗到頭五文綠色 或者納得頭奇形怪像,用什麼髮型回學都好 都會被現今的學校或者社會廣泛地接受 而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是因為社會對學生的髮型有既定的框架 覺得不同髮型有整齊和不整齊,有合適和不合適學生身份的分別 所以快更符合現今社會對發生的期望 各社會一向都會對不同場合的基本禮儀和擁有要求 例如上台辯論的時候,我們會期望辯論員穿著整齊校服 梳好個頭和腳坐 又例如參加葬禮,我們會穿黑色衣,參加畢業禮,我們會穿畢業圖 而上庭的律師、證人、被告都會穿著整齊的西裝 我們在不同場合上穿著相對的服飾,穿戴整齊和髮型整潔 是對場合的尊重 而作我一個學生,要整齊的擁容不單是一個尊重 還會直接影響校園 上年5月14日,有網民在教育王國指出 游生的女學生很乖,原因是因為她們雜媽邊 看下去很斯文和文正 可見一個學生體驗給別人的表現 就會直接影響別人去看一間學校 如果今天學校是穿著學生染彩虹頭,然後納得頭像個公街地上學 在別人的眼中,她會變成一個標旗立而性格掛耳的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你經過一間學校 然後見到一班學生的頭染到紅色,納得好像整個海膽一樣 還要整班這樣湧出來,你對學校都不會有一個好的印象 我們看到現在的香港社會,你會把一個人的髮型連繫到她的個人品價 2021年,愛人娘子配戴著女兒去染紅色的頭髮 然後就被人罵毛家教和把女兒從港裡變妃女 當現時社會對學生和青少年擁有要求 每一間學校都仍是想樹立一個好的校園 不想學生出隊被人說是妃子妃女的時候 學校對學生有發營有限制都仍是一件合適的事 就算回普通寫字樓的工作 老闆都會期望你縮好的頭髮,不是披頭三髮 就像流浪漢一樣上班 今何況在上學,有方同學要論證 現今社會可以接受 甚至期望各學生把頭髮染到錯紅色的上學 才可以論證到變題 剛才有方同學就說了 黃菲蘭各位男學生就說她有性別之類 但今天有方同學要跟我們說的是 今天我方承認的是 有關性別事件發言是不合時意 但社會風氣是會覺得不讓男生留長頭髮 是一個小致的性別歧視 但有性別招律還有性別招律 他們都要符合一個學生應有的言用 為何他們可以遠到頭五能 好像動物人這樣回學 要求我申請短頭髮只是其中一種發言 有方同學要政立變題 就要論證所有類型的發感都不合時意 還有為何學校會想完全不規觀學生的發言 不限制他們做什麼頭髮都可以 當然是希望學生整理自己的義用 謝謝各位 反方主變的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會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會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發問 向反方的主變發問的 那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可疑 可以 丁 Advil公主 Conse Ohihad Mars 大家好 樻仲女主別說 有劑定的思想 辯論也要隔 Peter 但蔡府柏不是也用視乎 你要你先撈掉 перед 캐� 보시 並且同樣 嗎以為何��銀風 一定要規定 其次今天有一個香港案 有各國邏輯 學校是否要全部規定你一定要女生全部一定要集麻痺 那就是最好 更甚是教育局局都指出學校應該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適合不同學生的職業需要 就是簡單問有幫,法金現在無法滿足 所以現時的法金校規有沒有存在不合適的地方呢? 有不同性不性有呢?多謝各位 正方的台上發問結束 現在返回我一分鐘的時間預備,計時開始 圓片 ثر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主便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 YK? 是,说清楚,可以 先显然有分问题,今天有分他问的问题是在质疑法的本质上分析性 但有分他知道的是,一样政策合不合时宜 是社会觉得是否符合大众的期望 而有些同学说学生是不会有一些极端的发言 其实是有的 今天有些同学说到没有一些极端的发言 但是其实今天有些同学说到这件事叫极端 或者一些很夸张的发言的时候 其实有些同学已经有一个 对于中学生有异用的一个期望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夸张什么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已经觉得发言是需要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学生是不应该有这样的发言 再者今天这些发言不是我方作出来的 例如大陆圣洋的萨玛塔文化 和外国的彭黑文化 都是一些以夸张的形式 正定回答时刻结束 请反方主便停止发言 好 接下来就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辩元 向正方的主便发问 对不起 那你们同样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呢 准备可以先向我示意可言 事迷 事迷 声音清楚 可以 丁 各位大家好 回应今天刚才有方主便 他们说他们的标准开出来和我们说是不合时意 就要看对那个中学生有没有负面的影响 就说一些有性别焦虑就像林同学那样的人 我们不应该叫他一定要留长头发 其实我承认这个有性别焦虑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再限制他有留长头发 因为现在社会普遍都是这样想 不过有性别焦虑还是性别焦虑 为什么染发就会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呢 因为我说不明白的是 就算有性别焦虑 他们也不代表染发 染发为什么会有负面的影响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计时开始 不好意思 主席 其实刚刚正方发现的时候 我们都不听得特别清楚 我介不介意调节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主席 不好意思 是 主席 这样的我就想补充一下 就是因为刚才我是所有都听得清楚的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中一方 他们听的时候可能他们那边的设备 就可能窒了一窒 看看其实Ivan会是怎样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怕整个比赛都有一些位置是大家听不到的 但是我这里就听得到的 我表达一下 好 谢谢评判 我相信是因为反方的声音装置距离他们的位置 可能会有少许偏远的 而正方的发言又由于不是用耳机或者麦 所以都可能会有少少散 可能麻烦一下正方的同学可能走近一点 可以用那个镜头去发现 看看会不会改善到那个反方的收音情况 因为我那边其实和评判那边 我相信都是收音是清楚的 好 准备时间结束 那现在又请正方的主便到台前预备 那可能可以先试一试这个收音装置 是 或者反方这样的声量是否都还可以的 现在会更好一点 好好好 可能维持这个声量 如果再有听不到 请反方再提出 那可能我们就会麻烦正方的 可能要坐在那里发言 不过现在暂立都还可以的 我们就继续暂立先 好 那我们暂时继续用这一款的设定 好 不好意思 正方主便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定 评判主席 大家好 多谢有方和我的提问 有方和我都承认了现今发现的确有存在问题 但是就是担心演发依然需要规定 所以有方和我 你要和我论证演发有什么影响 其实今天社会思想就是和你说 对于发言其实已经逐渐开放的态度的时候 有方和你和我说的论点 他已经逐渐开放密集集在不学习的地方 因此今天有方和我说演发还需要规定 但是要平常学生自主习的时候 有方和你需要和我论证 有什么要这么大的负面影响 令他们还需要实施法 这样的规定中学生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的环节结束 现在就会进入负面发言的环节 首先就会有请正方的第一顾便到台前预备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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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评判主席 也换备好 好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 可以 评判主席有一位华卓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们说得很好 他说社会上还有固定思想 现在社会上有一班人 还有一个传统的思想 所以传统思想在现今来说不合时宜 更甚至是为什么今天留同学会被迫剪短头发之后引起了这么大的迴響 这就证明了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开放 人们已经觉得他们不剪短头发 他们可以留长头发这个观念 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大趋势 有方反对原因只是担心取消发禁后会影响校风 但这个辩题关键字眼是不合示意 因此我方最近都交代了 这边有方要反对辩题 就证明法极同见今社会价值相负 但有方始终解释不了 由社会主要提倡无性别定理 正选学生自主权利 为什么还要推行价值相违会的法禁 所以问问有方 有方是觉得现今社会不推上价值 还是作为社交化场所的学校 可以推行和社会价值麻固的法禁 所以分析完立场 看起来有方两个诱点 第一可以放宽法禁限制 有方认为可以放宽法禁限制 首先有方认为现今的法禁条例存在不合示意 不合理的地方 其次当过境侵犯学生主权 学校也不应定立 因为学校行政策则 学校要平衡学生自主性 以及学校对学校没有影响 或者影响较少的情况下 法禁的手段已经不应存在 可能有方法禁存在 有问题的地方要放宽 是否代表法禁对学校的影响减少 应不应该跟随学校审定策则的指引呢 第二社会仍然认为会影响学校风气 有方认为会影响学校风气 但其实有会不会呢 看起来香港过往有不同的校规和惩罚 例如看法 不让自己穿自己的围巾 才检查并且没收学生的物品 这些校规是不合示意 亦都被人取消了 取消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学校风气呢 其实我们都不见得 所以其实有过来我们说会影响学校风气 但是不会的 因为好像其他校规 即使没有了 只不过是符合社会的过程 淘汰了一些旧有的校规 校规其实是符合你 还有多余的校规 今天我们看到其实法禁也都一样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中学生 为什么不可以有自主权 有方又怎样断定 我们一定会乱来 一定会影响学校风气 其实过往的经验 都可以知道不会 所以有个我不要再用影响校风 被枉暴时期 再者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只是恩权守够 觉得过往出现过的校规 一定要继续存在 但事实上不少学生或者教育工作者 都提出取消研究 以香港兆基创意书业为 学校都曾经有学生研发 以及难收触发 但校正许晗文指出 早年有学生质疑 法禁理居 因此同学徒老师讨论后 得出共识要取消法禁 同时可以研发 男生可以留长头发 运动都可以继续关头 学校强调 学校应该尊重学生自主 令校园有更多自由空间 谢谢各位 正方的第一副片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接着有请反方的第一副片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收音清楚 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要看法禁是否合时宜 就要看社会的人怎样看 不同的持分者对于实施法禁有什么看法 例如在首尔已经对中学生废除了法禁 但有九成以上的家长是反对废除法禁 因为他们觉得染浅色头发是不符合学生身份 这就证明了虽然政府废除了法禁 但其实社会对学生的期望依然在的时候 政策仍是合时宜 有方其实曲解了一条变体 他们所说的论点都是说法禁本质上的问题 是不应该被实施 首先有方跟我们说法刑是个人权利 但有方就要论证到现在这个社会风气是在变 是可以接受到学生有自主权的对自己的法刑 但是我方其实看到的是 虽然法刑管理是个人自由 但是不是真的不关学校的事呢 我们看到一些很夸张的法刑 例如是 冲鸡头那样 有方也不会觉得它是一种符合学生 应该要移容整结的一个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风气 都会觉得这些不符合学生身份的时候 就是证明着社会对学生移容整结是一个期望在 所以实施法这些都是合适议的 又有方 第二个论点就是跟我们说性别定型 而这个社会已经慢慢被放下了 但稍等我们看看这个社会是否真的放下了性别定型 其实也不是的 我们现在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觉得 男者就要坚强 不可以哭 女者就要煮饭很厉害 所以看到其实社会的风气 并不是真的完全放下了性别定型 而我们看到很多社会 很多有关于法禁上面的讨论区 网民的留言上面 他们都一直说 哦是呀 我很支持林泽俊同学他去挑战这个法禁 但是他们最后其实在一些留言上面也都说 只要整齐就可以 我们要留意的字眼是整齐就可以 为什么要说到只要整齐就可以呢 就是代表了这个社会 依然觉得一个学生要整齐 那这些何谓叫做整齐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方同学又说 这些规律都是人定的 只是我们思想手脚 但不是我们看到外面的人 我们仍然会觉得那些人 例如你染上金色的时候 你会对他们有些不好的印象 就是因为社会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这样是不符合一个学生 整齐形容的一个印象 就算你说你可以接受到不同的发言也好 但是你总不会觉得 那些海弹头、升旦、树头 是符合学生的身份的嘛 所以就是论证了 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就算慢慢思想开放了也好 但是他们依然会觉得 一个学生是要移用整齐 被一个社会移用整齐的框架限制了 暗地里也接受了这套思想 所以是不是代表 政司法禁合适呢? 所以今天的辩题绝对不成立 多谢各位 反方的第一副变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没有过时,无需透分 现在有请政方的第二副变 你同样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师妹听不听 相当清楚的 可以 第二,评判主席有关同学 在座位,大家好 有关同学跟我们说要自主性 其实有关同学教育局的 学生行政手冊 在校规里也要订明 是需要有自主性的 反问有关同学 那学校也不注重自主性吗? 还有,在首尔的家长不同的 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教导 那为什么要关同校的事呢? 第二,有关同学的例子很好 说律师一定要自尊仪表 言论一定要合好一脚 其实没有规定大家都做 其实中学生都应该会懂 会有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有个人的自主权 所以没有明云规定 都不会有夸张的发言出现 所以不明为什么有方会觉得 会有萨玛迪的出现 再加上 其实这个论政贷任都在友方那里 友方还说有这个发言需要禁止 就要继续放宽的规限 其实放宽规限 有方其实同意了这个校官是不合时宜的 更加不符合学生的需要才说放宽 有方又如何反对变体呢? 反问有方,如果发言那么合时宜 为什么还要改呢? 来到EverWight之后 去总结前场分歧 由变体关键字眼出发 第一,不合时宜 我方由主辩都开始问 有方同学不同意 作为社交化场所的学校 应该要教导学生体验现金的社会价值呢? 有方都反应反对不了 但有方主辩一辅都解释不到 明明社会提倡它是无性别定义 又鼓励学生争取自主权呢? 为什么和以上两种价值观谋 讨论的法禁又可以继续在学校推行呢? 事实下,有方不明白 现今社会早已跟以前不同 学生对学校的言言不单是读书的地方 更是认识自我的机会 第二,即使学生希望探索性别更多 希望透过法的外表表达自我的事由 统统都做不到 难怪跨清时他主席阿Nem都表示 容许学生自由表达自己 自行控制头发长刀 达至学校共用性别友善 才有学校理想的环境 第二,学生 要恒良花金合不合时宜? 最重要是看学生的需要 事实上是 这些学生都希望有权保留自己的发影 例如受读天主教 遵到维里中学的五年级学生 王永远同学都表示 去年四月被训导老师表示 头发过场 一定要剪短他 即使是家长 尊重学生的想法 学校依旧逼王同学剪短头发 后来他坚持保留长发 学校惩罚王同学 剥夺他同学同学一起上课的机会 安排他到医务神 远远他上课 小识保得见同学 体育学都只能透过平板电脑 看着关灯的科学 幸好的是 当王同学向评机会投诉之后 学校才尊重了学校 王同学中午之后 只要保持预表的整节 都可以保留长发 但意实是 是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勇气 告上评机会呢? 再加上是 有方都反对不了 社会风气逐渐开放 其实现在的人都不会再注重远法 这些是坏学生的标准 反分有关 这些学生都完全不用理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负面的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反方第二负面发言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请问接收情绪 收音清晰的 可以 定 最后各位大家好 我们先看有方楼一开头的标准 第一 是不是跟现在社会风气相冲 或者有负面影响 但现在有方楼一由主变开始 到一副和二副都跟我们说 要衡量今日变台合不合时 就要看学生需要 但很明显今天是有方楼 跟自己主变一开头 开出来的标准是不符合的 所以今天有方楼只是论证 应该禁止发禁 但我们看到一集变台 叫我们论证是不是合时 所以我们看到 就算现在真的有一个传统思想在这里 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 应不应该打破这个传统思想 是要讲这个传统思想 这个传统的社会风气 就是对学生的整结 就是有一个既定的 对学生这个形象 就有既定的框架 我们要按照这个社会风气去断定 今天发禁是不是合时 所以今天有方楼是同学 只不过论证 今天现时香港学生的实施发禁 是不合理 是应该禁止的 而不是论证 今天变台合不合时 所以我们看有方楼的第一个论点 就是跟我们说 个人权利和自主权 但是有方楼 我们不是要论证 合不合理 不是我方和你方觉得 应不应该合理 不是我们怎么想的 是要看整个社会风气 有方楼我们主编一开始都会说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 无论现在有多开放 我们看有方楼今天没有跟我们论证的社会风气 我们看回林同学他们Facebook下面的留言都跟我们说 其实他是可以打过这个性别框架 但是他们要是有整结 没错这个整结就是这个大众对于学生的期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大众的风气是什么 大众的风气就是期望学生会有这个整结 我们再看了 入方楼第二个就跟我们说性别定义 这个入方楼今天主要的论点 但我方承认 关于性别的发禁是不合时 现在很多人都为性小众去发声 有很多人是关于性别 打破性别的框架 我方承认 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时宜 但是我们在说的就是 有分来你自己都会说 原来现在的发禁 不单只是它的长度 就是它的发色 发型 这些通通都是发禁 这些通通都是有关发禁 但是不代表这个性别 关于性别的发禁不合时宜 就代表整个发禁都不合时宜 所以现在的人接受到男生剪断头发 但是不代表他们接受到学生的头 立到整把刀这样上学 是社会对不同立场的人 都会有仪容 都会有期望 例如出席桑礼的时候 那些人不会期望你打扮得很新光颈 因为不单只是不尊重场合 不尊重先人 我们看回吴曼达他的桑礼 他的小子吴伟伦 他就被很多网民质疑 在桑礼的现场发型不妥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发型 实在是太过精致了 他是整个好像港片90年代的 古惑仔的发型 但是这个根本不符合 不符合大众对他们的要求 大家看看 桑礼是否 白纸黑纸这样写明 是一定要一个很固定的发型 不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 就算他没有纳定 但是不代表这个是一个不合时 所以多谢各位 反方第二负面的发型时间为3分11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文的环节 先请正方派出第一题的台下发文 可以打开镜头试一下 可以再试一次 可以再试一次吗 不好意思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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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收音清楚的 那你有1分钟的发文时间 准备了可以向我试以可疑 可以 可以 订 订 试咪 各位大家好 有方义父的立场很奇怪 觉得不合时宜就不等于取消 所以有方觉得是不是 校规过世事 有方都觉得还可以保留呢 有方全场都一个担心 觉得若然学生整个工具的头发 就是头不符合学生形象 但是事实上 有方所讲的例子中 学生患有性别焦虑 只是希望可以留长发 更加愿意用发型去整理头发 会合到有方所讲鼎烈的社会形象 是否異常的例子 有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呢 定 现在返方1分钟的时间预备 计时开始 这么个掌描 跟 parall der 一点 Guatemala 再来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缘作答 你用一分钟的作答时间,这样可以向我示意可言 请问是否能听到? 听到 可以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刚刚的问题 但其实有方同学看到我们承认了可以放宽一些关于性别焦虑的发禁的时候 其实你们经常问我们其他可不可以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们都解释了 我们说既然有性别焦虑不合时 那就好,你就放宽了 但问题是发禁包的东西是否只是关于性别方面呢? 并不是的 我们去看染发,头发不可以过端,不可以过场 我们都不可以躺,那些都是发禁 好了,就算连我们说是公鸡头,海胆头 这些都一样是对于发言上的限制 现在问题不是要我们能不能接受到 而是说就算你能接受到也好 那这个社会是否就可以觉得一个海胆头公鸡头 就是属于一个扩生 符合它要移用整洁呢? 并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法 如果你说身体有自主权的时候 那是不是应该都要帮他们做公鸡头 可以做海胆头的自由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有请反方派出第一题的台下发问 可以先打开镜头,试一下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试麦,请我听得清楚吗? 好,可以再试多一次 试麦试麦,请我听得清楚吗? 我想你实际地无意,你现在站这个站姿,你再试一次麦克? 试麦克,试麦克,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是,OK的,OK的 好,那你有一分钟的货问时间,准备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我刚才说解除网问之后,会有三个抬颈提论,很夸张的准备出现 但有方说解除网问之后,其实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这些是基本的社会秩序,就好像辨论完上场比赛后穿着整结 那其实有方同学是否否辨认了学生穿着整结 或者保持一个整结的法议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呢? 正方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现在开始计时 请问一下,可爱什么? 有点失敗 在十五五年里,我准备着是分的 不细有两个抹准备 为什么会发生呢? 对,你那种注意事件 我会想到两点 我们开設定的组织 我们一起调整 Pourquoi超过? começou俩人在终力 ! 我们有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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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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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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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可以 试咪试咪 是相当清楚的 可以 定 各位各位大家好,先多謝有分別的問題 有分別問我們在部分情況下不適合社會 這個就是一個過時的思想 我方已經跟你說了就是性別的時候 我們都認同這個是不合時宜 但我們看到除了性別之外還有其他的法式 我們看到就是有分別自己主編都會跟我們說 這個不單是關於長途問題 還有法式法形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審視的不單是性別 有分別跟我們再針對性別 我方同學都承認 性別是不合時宜 所以有分別你現在正月的時間就跟我們說 為何染合法是跟社會風氣符合 所以有分別跟我們說時代變了 但我們看到有分別跟我們說現在其他國家都變了 但其他國家的風氣跟現在香港的風氣根本不同的時候 其實掛明社會風氣 社會現在香港就是現在自己一個社會 但不同其他國家 有分別跟我們說 今天我們要審視現在本身的社會風氣 我們看看網民如何說 他們大部分都說 其實 請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可以先打開鏡頭試一試咪 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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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你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停 剛剛有分別跟我們在台下發問的時候 說過很多不同支持法禁的人都是老人家 但其實我們看到不是的 在教育環國上面很多家長都認為 一個整齊的法刑 都可以代表到不同學生的效益 不同學生的行為 即是支持了法禁的存在 就算退一萬步 有分別跟我們現在是否想說 老人家的意見就不是社會的一份子 是否真的說老人家的意見就不是社會的風氣 現在開始計時 政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計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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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又請政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答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掌某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試咪 試咪 謝謝 有這麼清楚的 可以 謝謝 平方主席 各位大家好 首先謝謝有分給我的提問 有分同學問我們是否是老人家的思想 就不用理我們要照顧所有人的思想 首先現在的年輕一輩 是否的思想又不用理 有分同學說要社會風氣 更深的是今天我看到的是 有分同一輩的思想 對於現今的思想就是不合時意 甚至今天有分同我跟我們說 數以外國的例子 但是是你們自己說的 之後就發現原來的例子 都可以不要發覺 為什麼 因為社交法有分同我覺得很好 是要多方合作的 但是除了學校之外 還有家庭還有社會 社會已經給了規範他們 家庭應該自己教育的時候 為什麼學校一定要 明明規定這件事呢 我方不明白的 所以今天我方看到的是 校規規定法禁這件事已經不合時 因為有一個方向 你也說了很多 法禁現在存在校規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你應該撤掉多數位 好 台下發問的環節結束 現在有一分鐘的時間 給予雙方的結辯準備 計時開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Emma Watson也有去过 更被网民将她的裸罩上传在社交媒体上 当时大众的反应是觉得这样没问题 她不应该特意拍她照片 原因是外国社会本身比较开放 觉得人们不穿衣出去都是自己的打扮自由 但相反在香港 女生穿短一点的衣服 就已经会被人用一些奇异的目光去注视你 觉得这样太暴露 结论会下流用社会的文化和风气差异都相当大 如果今天有人在香港那里做个天体沙滩出来 一个只会是她破格做某件事 而我不是说她提倡这个人是错的 只不过你不符合社会风气就已经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觉得我们应该尝试去解除法禁 对中学生的枷锁不应该限制他们自身自由的时候 并不是论正面提所说的不合时宜 我们不难发现今天有方同学智商矛盾的 她有方面跟我们说社会逐渐开放 所以就不应该限制学生自由 但她自己又说现在社会要解除对学生的枷锁 所以到底现在社会是开放还是不开放呢 不过今天有方同学社会现况都未解释清楚的时候 其实根本政立不了变体 而我们不难发现有方不断问一条问题 其实已经可以概括到他们整场标准的谋误 他们问我们当学校应该放宽对学生的限制 为什么还需要实施法禁呢 可以看到有同学整场质疑的 并不是社会现况 究竟对学生而容还有没有要求 还有没有期望 只是说法禁本身限制了学生自由所以错了 所以跟着有同学的逻辑 其实法禁在任何时空法都是错的 都是在限制中学生自由 所谓剥削中学生的自由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并不存在不合时议的说法 因为原来每个时空法之下 都是在限制中学生自由 都是错的时候 根本不会存在不合时议的说法 但今天有同学实质在论证中的东西 跟自己说要符合社会现况这个标准背道而辞 其实根本他们说不过去 而我们有方不断就问 就说既然学校没有实施法禁 其实学生都会自己懂得整齐上学 因为就算我们现在辩论的时候 规矩没有写明我们要合脚和坐 我们也会合脚和坐 证明了法禁是没有用的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承认了 原来社会对大众的形象都还有一个期望 只不过有方同学是觉得 法禁做不做都没用 是在适宜的可能性和需要性 但注意一下辩题 我们要论证的并不是要说 学生本身会不会穿着整齐 而是这个政策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下是否合适的 所以当今天有方同学觉得社会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 其实就论证到我方现在论证的东西 论证了原来实施法 是符合一个社会价值的政策 所以见题是离应不成 而我们不然发现 有方不断重新 学生有打扮自由的这个论点 其实只是行于有性别招类 就像林鸿河的学生那样 但是我方由副委一副意 甚至台商发问台客发问都不断重新 原来社会觉得男学生留长头发是可以 但是前提是因为他们觉得性别招累的学生 的确是要被人体谅 但是前提是要整齐 当他们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就不合时 由古代男女性别不平等 人类历史慢慢演化到有女性肯站出来发声 直到现在社会开始接受到同性恋 一个社会从来都不会由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社会 一夜之间变成接受到同性恋 因为人类的发展往往都是慢慢进步延伸出去 同样独立当香港社会 还未去到一个完全对学生的异用 没有要求的情况的境界 今天变题理应不成 谢谢各位 反方的结辨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求分 最后我们又请正方结辨作结 你同样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可以先向我示意可言 我们下期再见 是 收音清楚的 准备可以向我试以可疑 可以 订 有关同学 大家好 终于回到有关同学的台下发言 有关同学说社交化 家长不会同意 但也有家长同意 所以这些社交化的义务应该由家长鼓励 而不是学校的校区鼓励 而且有关又说外国的例子不可以例比 但是有关又说一些澳洲所谓的例子 说到最后有关只是数打赢 而来到这边的位置 总结全场可以由下几条问题出发 第一 学校为什么要制定校规 社会有法律 学校有校规 两者的存在都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 在学校部分的校规是尼泊明对 学生不可以抄功课 学生要专资中导 会有良好的品格 但某个人民族全场 为什么学生需要规定学生的法 学校要规定学生的法刑 任由学生自行去选择究竟有什么凌鸽性的帝处 有方式中选都解释不到 相反 学方比有方更加宏观 更加为学生着想 明白学生需要有自己的权利 有自己的需要 而快感只是漠视了学生的需求 第二 怎样的校规才算是合时宜 每个不同年代不同中学的校规也有所不同 例如以往的学校提倡提伏 学生一不交工会就给老师打 但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老师更加愿意循循善诱 又例如过往不知的中学 在寒冷天气下 学生只能穿特定颜色的大衣 但是经过老师和学生的讨论 类似的校规往往都被取消 因此要衡量是否合而 对视乎现时学生的需要 某方由主便开始交代 在现今的社会下 性别不再是原化的概念 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都需要对自我性别进行探索 而有了法感只会阻碍学生的发展和认识自我 有方全场都否认不到 那有方学校是希望帮助学生 还是阻止学生去探索呢 第三 学生对于法感的看法是怎样呢 有方和今天不停责怪学生 觉得没有了法感 学生就会染头发 染到五环螺丝会影响其他人对学生的看法 会觉得他们是一些妃子妃女 但是这些究竟是他们的传统思想 去禁固了学生的个人权利 用不合时的思想去为学生搭上交所 这些是人的思想问题 还是法人的问题呢 很明显这些是他们的思想问题 而不是租人的问题 所以而且现在 以前并不是没有人反对法 只是回响没有现在的临航的事件那么大 正正是因为以前的社会的固定思想 所以现时社会开放临航的事件 才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正正代表着社会原在是以前 而且我们看回大学 没用会顶着什么公鸡头 海丹头去上学的 因为这些发型已经不合时 已经不好看 所以无论是大学 还是在街上都不会看到这些发型 再者中学生正值青春期 对于个人形象十分重视 他们不会拿一些过时不好看的发型 去套合自己的头道 就算在这里老人家 都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有方同学拿一些公鸡头 海丹头的造型 去由开变打到台下的时候 观点都已经站不住了 而且我方由全场都不平交出例子 证明争取发金的学生 并不是反暴 也不是想破坏学校的规矩 就是希望学校可以尊重自己的选择和需要 可惜的是在严谤下 因为学校的存在发金 不少学生只能隐藏自己的需要 幸好部分学生可以透过外界协助 去获得学校的通用 幸好的话只可以转回头 以六年的中学生拿来都要收回自己 这个对于学生而言 又是否真是一件好事呢 除了各位 法律会跟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而校规也是这样 在不同的年代 学生会有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需要 然而建立出形形式式的校规 但是无论在什么年代 什么社会 学校都理应是一个尊重学生 去包容不同学生需要的地方 尊重全球其他国家都早已 给香港走得更接 一早就废除了发金 保护学生的权益 在今时今日我们要好像有方同学 一成不变 欣证搜狗钉走前一步去取消发金 多谢各位 正方结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5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至此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现在就会去整理分子 提醒一下三位评判 最佳辩论员那一位都需要大家去给分 最高的那位就得到30分 次选者就20分 再次一等就是10分 比好之后可以在聊天室打一句OK 那我就会去收集大家的分子 好了 谢谢 好 你说 什么 什么 怎么了 不是 你 oh 你 你 ей 你 我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好,在我整理分子的过程中也想邀请三位评判就着今天对赛双方的表现去到作出一些评语。首先有请黎雅文小姐。 大家好,我就简单给双方一些评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听起来是很有趣的,因为都有一些我没有想象过会讨论的东西出现了。 首先就是,正方说的那些都大致是正路的,例如这一排很大争议的林同学的事件,然后现在社会风气好了,开放了,那我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主线。 而反方就比较特别,就是他看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只要不符合大众期望的,那就是现在都要有法庭,不法庭都是合时宜的。 其实这一点,我就很期待正方在负面的位置,或者在主面那个发文的位置,就有多些回应。 但是我觉得正方是比较去到后面才开始捉到这个逻辑,或者捉到这个标准,有些不合理,有些苛刻的地方。 因为其实在反方的世界,只要这个社会是仍然有一帮传统的人,那就永远都是合时宜的。 因为其实他的反节也有说的,就是永远某一样东西是慢慢的发生。 那这个社会不会突然之间,一天之间,全部都变得很开明,你什么五盐六色都可以。 那是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法,永远都不可能是合时宜呢? 永远都不可能是不合时宜呢? 那还有呢,我就觉得真的,因为一开始,反方主辩很清晰地说就是,只要他论证到一个法刑是不适合的,那就代表法禁是合时宜。 那我本身听到这句的时候是有点点惊讶,因为我觉得,在反方来说,他要求政方去交代的东西太多,而他要求自己去反对的东西太少。 那但是,政方的前场的少少的负面呢,其实就没有对于这个标准有太多的质疑,反而就去解释,说现在的风气已经好了。 那我觉得,政方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反驳的位置略嫌可以做多一点点的就是,你们去说说,现在我先想怎样开放了呢? 你们只是透过说,因为林同学这个事件有很多回响,那所以就展示给我们看,风气改变了。 那但是,你讲来讲去都是林同学的事件,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面向可以告诉我,原来社会的确是不同了呢? 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资料告诉我呢?不然我就会觉得,好像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重复林同学一个人。 那当然,我知道你的义父是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都是告上了评纪会的同学的。 那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在稿件上可以调配得好一点,那就跟我说,原来社会的,或者是一些大体,整体一点的说法呢?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对于你们一期,政方的其中一个论点,就是社会风气的那个推进那里会做得好一点。 还有,如果这个推进做得好一点的话呢?你都可以及早这样抽清到反方这个苛刻,或者有少少难处理的标准。 那然后反方呢?其实我自己就不是太认为这个,就是对于这条片题的处理手法这样是最好的做法。 因为我自己想,就是如果我打反方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问的,就是你可以质疑他,你说你要自主吗?你要探索自我吗? 那其实文身都很表达自我,那是不是学校可以容许他的中学生,闻到左青龙有白虎那样,让他表达自我? 那或者,那是不是不用穿校服呢?你觉得如果要表达自我,如果是性别焦虑,那是不是男生可以穿裙女生,不需要遵守那些,现在传统的校服呢? 那就是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可以要求政方去答,还有不一定要全场都打光这个标准,因为去到后面呢? 我听就会觉得有少少奇怪,还有因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不停重复大众的期望呢? 其实你们去到异父啊,或者是异父那些位置,可能有一些暂身的拓展可以做,那就会有少少舒适。 虽然联赛已经是一个比较短的赛制,但如果你们打其他比赛,或者是这个比较短的赛制,你的内容分都会越跌越低。 那就,就算你打这个方向,会不会有多一些新的练习的说法呢? 因为我觉得反方的异父呢,跟前面是很相似,因为你们的主变出来已经是比较反驳的形式去做这些内容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主线的建构上,怎样可以丰富一些,怎样可以推进得多一些,告诉我,你觉得实际上中学生应该怎样?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正方想反方去回应的,就是可能你们讨论了很久的那个不需要明文规定,就是你辩论场上,你会合迷,就是你会遵守一些礼仪,但是你不会在规矩上写到明。 我觉得这个讨讨论是好的,但是,就,我觉得可以快一点讨论完,就是不需要,就是它不是一个复杂到要去到,就是由负面讨论到台下,讨论到去结辯的一样东西。 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其实,今天反方呢,它的采取的回应方法就是,哦,那你说,有礼仪嘛,那就是你都觉得有期望,那有期望,那有期望,那有期望呢, 就是说,但是还是不接受,就是还是合时而要有法感,那样的,那样,但是正方就从来都没有解释过,反方是错误理解了有期望,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因为你们想说的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明文规定,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所以现在这个法感那么苛刻呢,其实可以调低一点,那,即使调低了,呢,其实那些学生都会懂得去遵守规矩,就是,例如, 現在大學都沒有法感 但是人們染了 可能染了不同顏色 但是他不會真的做一個薩瑪特風格 或者將頭變成海膽 然後樹起一支箭 其實是不會的 這個可能是潮流的關係 而且他都會覺得很不適合的場合 對著教授都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說清楚你們所說的話 如果不然就會被反方一直懶著 然後他們就會重複他們自己的標準 就是要整結 即是有大眾期望 那就合時意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一個不斷的循環 但其實大家沒有真正在聽大家說的什麼 所以概括來說 我就覺得正方本身自己主線建立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可能在給壓力反方 或者即場去回應反方 一些提出的標準、一些邏輯的時候 要說得清晰一點 還有如果你聽到你的台下同學 給了一些台下問題 那你去追蹤的時候 要懂得去論總結 要不然就會就好像一直叫來 迫在後面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地告訴我 到底是誰在這個位贏了的感覺 然後反方你們自己是有一些考試 在處理這些條片上有些考試 但是 除了這個可能你想殺對方操守不及的說法之外 我覺得你們可以嘗試多豐富一些你的報道的說法 不然去到後面,除了幾個外國例子之外 其實不太能聽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純粹是打標準,打對面和主線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回應可以多一點內容,少少一些欠缺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其他評判,謝謝 謝謝黎尹文小姐 現在有請關凱陶老師 請問關老師能否開啟到麥克風? 因為暫時還未聽到老師的發言 先請梁崇德先生為這場賽事點停,有請梁先生 各位好,很感謝大會的邀請 今天整體來說,我覺得兩邊的同學都很用心地準備一場比賽 很明顯這件事就是反映到你們的稿件和訊息 那整體是很流暢,和你們很清楚地表達到的兩點 那我就講一下兩邊我的看法在關於主線方面 在主線上我覺得我和第一位評判的意見是雷彤 原因是我覺得正方的主線是很大路的主線 他講了我心裡面要講的大致上方向要講的東西 譬如說要尊重同學,有自尊性,自我探索 那如果你打一些辯論比賽是說要有些人權上的改變 那大概都是這些論點 那至於砌下去的項目,大概聽到這些項目 聽到這兩點之後,下面的大致上砌下去都不大影響 那基本上整整齊齊齊,就是用你們整齊齊齊下面的東西 那都會大致上有個合理的分數 那對於反方呢,我就都覺得你們的主線吃得很盡 吃得很盡的好處就是,你們一開始就很快就舉例說一下公雞頭,海膽頭 那吃得很盡的好處就是,會令到你們要搜的地方就比較容易搜些 你們只要側重在,我想你們願意說一些很極端的個案 那就反映到今天的項目是不可以成立了 那但是如果去到這麼盡的話,給評判的感覺就是很難打的 還有觀感上面就不完全完整 那首先我建議你們都是要回應了正方的自主線先 在之前你們說到這麼盡的項目之前 你們自己本身買不買去自我探索自主性的東西呢 那這個就可以想一下了 如果都不完全同意的話,那其實你們都是大概提到的 就是說整齊是一個原則 那which is 我都覺得你們可以這樣做的 那但是就牽涉到長頭髮到底是不是不整齊了 那我自己很自然去想 譬如我們這些是在職日子這樣 我們見到一些人,譬如說上班男生長頭髮 或者是男生女生也好 他有頭髮不是去到甘得很誇張,有一點點甘 那當然這個我都不是其事了 他們有一點甘 那是不是就代表他們沒有整齊呢 那又不完全是 那不過你們要怎樣運用這些資料和資訊呢 那我覺得就可以放多些進去你的line那裡 那你就變了回應正方多些 就不只是說自己那邊的東西了 那但是這一點我又不會給政方特別加分 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他們去到一二戶的時候 他們又不是很抓到我剛才要說的東西 如果他們可以很提剛揭令 這樣說反方的定立的主線 定得那麼盡,會令到校規都很難 去校規本身都沒有社會 甚至社會其實都不完全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就會加反分給政方 那但是我又不是很聽得清楚 你們有這樣明確地提出這些東西 並且在後面加以推論 那這裡另外呢,我還想提一提呢 去到Q&A的環節呢 因為我以前看的比賽 Q&A就有多些分別的 那這裡呢,就雖然少了 但是也有一個如果是有明顯分別的話呢 都會影響他們的賽果 那我覺得在整體而言呢 雙方的台下發問都 都是一個平均值的水平 舉例說,有其中一個問題 政方問的 問 如果一定要這樣規 最後的問題,他是問 所以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合時宜了 那我感覺就是,然後問反方的意見 那我整個感覺就是 今天我們要成立的變題 你同意媽 那樣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不完全問得完整 而且會令到我 沒有特別欣賞這條問題 不過呢,反方答的時候 我以為了,政方這樣問完之後呢 反方其實就這樣 直接是讀回他的稿 或者是說回他的主線 已經是很足以回應到的 但是反方又不完全做到這件事 反而去答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那所以呢,反方這個位置又不懂得很高分 還有舉例說另一條問題 就是 問老人家的意見 那裏 我覺得這裏可以給多些資料下去 那就不只是問了老人家的意見 是怎樣 會不會有些年輕人 或者是 其他階級的年齡層的人 都有不同的看法 就算說老人家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會給對面一個很簡單的答法 就說你說了老人家 其他年齡層都有看法 這樣就回應了 是的 那講內容和主線大概這樣 還有一些 我自己看移行方面的東西 我也想簡單地說一說 希望大家之後 如果還有Zoom的比賽 可能都值得留意一下 第一就是 我建議少些在鏡頭面前整理咪 原因是 我們在主席和對面 或者是評判的鏡頭上 是看到你們 我看到半身一條裙子 然後你們就在那裙子 我覺得 可以 可以是 可能側一側才弄 這樣就會好看一點 第二就是 很多位置 我只是看到半身 在講的時候 看不到的樣子 那 其實風度那裏就會難 台風那裏就會難些給分 原因是 我和你不會有眼神接觸 而手勢 不完全得清楚 我只看到一件衣服 最後就是 有些同學 可能 就算拍了全身 都 可以多看鏡頭 其實我們都會有看到你們 那邊 如果有看到 其他人都少一些 但是有望那些 那幾位 我們就會在台風那裏 就會給更多的分數 可能就會有些影響 我大概看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梁先生 也有請三位評判 確認一下WhatsApp上的分子 等三位評判都確認清楚 我們就會宣佈賽果 另外也想再詢問一下 瓜圖老師你會不會有其他的裝置 可以 聽到了 現在有請瓜圖老師給予一些寶貴意見 麻煩一下關老師 是的 好 那 各位那個表演 其實我覺得都是百眾之間的 是的 都欣賞任方的同學 都為這條面 做了很充足的準備 是的 但是 就成為之前那兩位評判老師所說 在主線方面 兩邊的同學其實都完整的 是的 都完備的 不過呢 我自己就覺得 正方的同學 講了正方先了 是的 正方的同學那個主線就是 一些比較常規的主線 是的 都是引用一些 我們坊間所談論的例子 是的 那麼 去講清楚呢 他們 他們因為法禁所面臨到的一些 和社會價值觀有矛盾的地方 不過我就略嫌呢 他們經常都拿這個 性別的認同 作為這個萬用的前提 那其實這樣做不是不行 不過 如果你 好像每位辯手都 一定要提一提林同學的個案 才算完整條線的 那給評判的感覺就是 我們好像一個萬能牌一樣 不斷瘋狂地用 是的 那反方的應對都比較合理的 就直接說 因為這個性別定型的這個例子 其實都是一些小數 是的 就不算說違背了法禁定立的大意 那這一個都是一個處理手法 是的 但是我覺得很搞笑的就是 政方看到反方這樣查了招 但是之後後場又在說這個例子 那我就覺得這個交鋒其實呢 沒有什麼意義了 因為其實已經這個戰場 其實一早已經叫做到一段落了 那我期待雙方有更加多的伸展場 但是之後都不算說太多硬碰硬的交鋒 那所以就有一點可惜的 好 那繼續說回政方先 那政方第二個標準呢 就是他有嘗試去探討效規這件事的合理性的 就是你都有就著不合時宜的位置去說 以前看法其實都是校規裏面一些明明規規定的東西 就是明明規規定老師是可以因為學生的某些不當行為去看法他們的等等等等 但是都隨著社會風氣的改變而取消了 是的 還有你都訂立了一個比較大的前提就是 因為法規或者學校作為一個社交化的場所 其實是要尊重學生的多樣性的 這個位置要小心點 因為多樣性這個字其實有很多詮釋空間的 是的 那如果一下一下拋這個這樣的帶原則出來 那學校是不是真的要照顧很多很多其他行為呢 就正如之前評判所說 那他紋身是表達自我方式 那你是不是要接受呢 是的 那反方其實可以就著這個位置去加熱推論的 不過我又是差一點了 那還有去到反方 反方呢 就說到說 你的標準是 法禁這件事只要符合到當下的價值觀 就是社會上大多數人接受 或者大多數人對學生有一個基本的義務規矩 那法禁這件事就成立了 那我覺得這樣有點綁架了社會 就是綁架了一些社會標準去正立你的見譜 那還有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法禁和規矩是兩回事 就是我自己覺得禁字大家可以詮釋得多些 譬如說因為我自己覺得 或者我們傳統意義上禁這件事是有些命令性質的 就是譬如說室內要禁煙 禁止醉酒駕駛 那這些東西其實呢 是寫在一些命運的規條裡面 就是它是白紙黑字這樣說明人 你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那個程度是比那些所謂的義務規矩啊 所謂的社會期望啊 那個程度是更加大的 那我覺得如果正方處理禁這個字眼的時候 你可以多說一些就是 咦?我在說的是法禁 不是法規 就是說呢 規是請你做什麼什麼 但是禁是不准做什麼什麼 那你可以多說一些就是 哦!我聽到有個便手有提及過的 就是一個男生說 因為他頭髮排場 所以被憤怒去處理 就不讓他上班房上課 那這個位其實我期望你延伸多些 就是說哦!禁這件事 其實可以造成的影響是更加大的 就是它可以讓學生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對待 就是它本身可以和學生一起上課 但是為什麼?因為長頭髮 你就要禁止我校試這些權利 那這個位置你可以多說一些 那與此同時 反方你也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禁這件事 其實相比起 依儀容規條 相比起你上辯論台前一定要穿正裝 那禁這件事帶來的果效又是些什麼呢? 哦!你就可以說回 如果你期望學生的演員會不會跟 只要禁止才可以讓他們真真正正地 符合社會的價值 那所以這個位置我期望 雙方的編手都可以再去爭取一下這個字眼 即是禁這個字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些可以交鋒的地方 好!那大致上是這樣啦! 我覺得雙方的主線和表達技巧都純熟的 所以呢 不過呢 反方還有一個位置 反方還有一個位置可以解釋得多些 因為反方堂制經常都舉海膽頭 我希望聽到多些論證 就是你要跟我說多些少就是 哦!為什麼這些東雞頭 這些海膽頭 它是會令到學生的移態受選 進而令到校園受選 是的!因為我這個位置可以講多些少 譬如說 甚至乎是你一開始講的 哦!譬如說那些親子王國的論壇 看到那些學生雜媽邊 就覺得那家學校的校風好啊 那這個位置呢 我覺得你可以補充多些 就是為什麼一個學生的法型 是可以影響他的形象 繼而去 令到那家學校的校風都會有所影響 有所改變 這個位置可以講多些 否則就 有少許條約 有少許不是太清晰 好!那我的意見大概來了 不好意思啊! 剛才咪壞了 好!就這樣吧! 多謝各位同學 謝謝關可圖老師 再次感謝三位評判 今天秋風出席擔任比賽賽事的評分工作 現在我就會宣佈賽果 在宣佈今天比賽的賽果之前 會先宣佈今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比賽最佳辯論員 為反方馬利諾州英學校中學部的結辯 曠國兒同學 這次應該沒有讀錯了 我們知道聊天時 我們會跟三位評判 Space